白血症 白血症一般是感染 而引起全身 會出現一些免疫系統 或者是免疫反應的情況 什麼是全身的免疫反應 傳統來說 我們會有四個範疇去看 包括病人的體溫 他可能有發燒或者低溫 有些情況 我們是說病人的白血球 可能是高 可以是低 再加上我們會看病人的脈搏 以及他的呼吸情況 只要他在四個範疇裏 他有兩個範疇 是中了診斷的 符合指標 加上醫生相信 他是感染而引起 全身的免疫反應 我們就稱之為白血症 白血症會影響病人 有一個很大的光譜 他可以有很輕奇 普通的感染 直到他可以產生全身的免疫反應 再繼續發展下去 病人會影響他的 血液循環系統 他就會引起多個器官的衰竭 我們就稱之為 一些嚴重的白血症 從2016年開始 以往比較複雜的診斷 的規定 我們已經轉了 Q-Sopherscore 只要醫生相信病人 由於有感染源頭 而引起有三個情況發生 第一包括他的清醒程度 第二就是他的呼吸情況 第三就是他的血壓力 只要三個情況中 他還兩樣 再加上我們臨床 相信他的感染 我們就稱之為 一個白血症 我們一般來說 急診室的同事 會盡快幫病人 問症 做身體檢查 從而給我們一些 蛛絲馬跡 去找病人 究竟感染的源頭在哪裏 接著 下一步 我們就需要幫病人 可能會做一些化驗 化驗裡面 包括一些血 有些可能是他的不同地方的樣本 例如血液的樣本 痰的樣本 小便的樣本 就根據我們相信 他的感染的源頭在哪裏 再加上 其實我們可能會嘗試做一些掃描 無論是X光 或者是超晶波 甚至乎是電腦掃描 亦都是根據我們開頭 問症身體檢查 去相信他的病源 究竟是哪個位置 剛才我們說 要處理這麼多的問題 其實我們要在很短的時間裏處理 因為時間就是生命 也就是病人其實不能等 他的情況可以很急去轉變 而死亡率 亦都會因應時間 每一個小時不斷提升 甚至乎有些數據說 你越遲一個小時 可能死亡率會增加大概10% 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一定要掌握時間 急症室醫生在治療白血症方面 其實有幾個很重要的點 我們一定要做 剛才說的診斷當然要快 但我們要盡快 要令到病人有足夠的血液循環 令到那個器官 身體重要的器官 是有足夠的血液循環 可以帶到養分給他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會給人鹽水的鹽水 同時間另一個很重要的範疇 就是我們要找一個原因 究竟哪個細菌感染的源頭 從而我們找到源頭 從源頭入手 但是等到源頭 可能都已知時間 很多時候我們 當我們未知道病人有什麼事 我們會給一個光譜 比較大的廣譜 的抗生素 這個也是重要的 它出現白血而引起的血壓低 我們急症室的同時 可能會給一些 升壓藥的病人 因為要給升壓藥 在過程裏面 可能我們都要打中央靜脈導管 甚至乎一些更加重要的監察 的儀器 可以已經開始給了病人 當病人在急症室 過了 即是開始穩定了病情的時間 我們其實很多次都要 跟深切治療的同事 要緊密合作 我們會盡快把病人 安全地送回深切治療 會送去深切治療 給我們的深切治療同事 繼續去治療他的情況 以我們的理解 就沒有一些很有效的方法 可以預防白血症 不過我相信 市民如果接種了一些疫苗 可以減低你受到感染的機會 另一個很重要的情況 就是你要及早去發現的情況 不要讓它由一個很簡單的感染 慢慢在光譜上 變成一個很嚴重的大血症 甚至乎引起的併發症出現 譬如器官衰竭 甚至乎引起低的情況 所以有事就快點看醫生 所以請在這兒 我們要用更多的感染 我們在排行的程序